笑耸不会犯错 所以呢 大家也把烦恼抛下吧 希望大家听完之后 可以带着笑容入睡 忘掉烦恼 开心就好 哈喽 这里是小宋老师睡前朗读课 今天带来由我心情创作的小作文一篇 希望大家听完之后 可以带着笑容入睡 忘掉烦恼 开心就好 总是有人会问我 你在笑什么呀 其实呢 这个问题小宋老师也回答不了 真的好难 有时候是想到了好玩的事情 有时候是看到了路边跟着风跳舞的小草 有时候是随机播放到了喜欢的歌 有时候是和兄弟们一起聊天玩闹 又有时候是和爸爸妈妈弟弟视频通话 有时候是不知道说什么 那就笑一笑吧 笑总不会犯错 有时候是有一点点负面情绪 那也笑一笑 用笑容来消化掉 那么自己和看到笑容的人都可以收到力量 所以当你看到我笑的时候 我其实是在散发一种神秘磁场 接受到的人会越来越开心 厉害吧 也有人问我 你的烦恼是什么呀 听完这个问题 我的烦恼就是 我在烦恼什么呢 想来想去 好像没有什么事情 留下过太深的痕迹 小松老师是个轻装前行的人 但是烦恼一起往前走多累啊 所以呢 大家也把烦恼抛下吧 能够解决的问题就尽快处理 没有答案的就随风而去 对我来说 这个问题也好难 算是我一秒正的烦恼了吧 好了 下一秒到了 pass 还有人问我 你的变身期过了吗 你的眼睛近视了吗 你戴牙套了吗 你长高了吗 等等等等 这些时间是在我身上的魔法 好像除我之外 其他人观察得更加细致具体 也可能是我的反射户太长了吧 就好像在忙碌的行程里 春天太有悄悄来了 我却刚刚意识到一样 谢谢大家的关心了 我正在茁壮成长 回答不了的难题还有很多 试卷上有一些 生活里有一些 不过大家放心 这些都无法打败小宋老师 笑一笑 没烦恼 以上就是拥有开心的超实用小妙招 你学会了吗 版权来自大家的欢乐颂 今天的小课堂就到这里了 那么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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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篮 订阅 订阅 终底 researching 死亡了 Ή frau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